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主持人大家好 我們同修會的同修來問顧問說 為什麼顧問會說 姐姐來幫弟弟禱告 這個效能會比媽媽幫兒子禱告的效能來得大 這樣問顧問 這是跟了一個分享 有一位年輕的上班族 在課堂上舉手發問 他說他的弟弟發生車禍 被賺得昏迷不行 他有什麼方法來幫弟弟的忙 顧問看他長得清清秀秀的 一臉慈祥的樣子 慈悲的樣子 好厲害的樣子 那個眼神看起來就忠厚老實 很有善寶 有善心 我們可以從面向感受到 一個人的善心 那種純潔 我就覺得直截 就覺得這女孩子很有福寶 然後我就跟他講 你最為姊姊的 你最為姊姊的 將來會嫁出氣 那為了出氣 新的一個家去付出 那是貢獻 那是貢獻 那弟弟呢 是媽媽的最愛 爸爸的一個最愛 那如果你能為他禱告 為他祈福 洗個宴 那這個宴 就做了 那你去這樣的一個心 有這樣的宴做一個福 那會感動的媽祖婆 因為媽祖婆很重視孝道 還有女德 你就要去給洗個宴 那洗了很簡單 滾澆他 你就出四十三個宴 真的非常有用 一個禮拜後 都要參加我們的祭會 他就想 我弟弟醒過來了 已經沒有大礙了 那這個是感動天地 那我跟同學的分享說 什麼人去洗驗 幫別人洗驗 卻有用 你要想 你拜的神是什麼樣的神 就像拜的這媽祖 媽祖很講錯 孝道 你主要是站在父母心的立場 幫他解憂 幫他煩惱 解除困難 我想你這種事就會令媽祖感動 會產生共鳴 因為你救了弟弟以後 最高興的就是父母 因為弟弟這麼來現實一點 如果能活下來 健健康康的有成就 就可以回饋孝養父母 替你孝養父母 這是你最重要的一個心 所以讓父母高興 所以你去做 你這個效能 得到媽祖的贊同 共鳴 所以效能會很大 所以我們常常講 為自己禱告的力量 可能不如為別人去禱告 因為你的禱告是無私的 可能是忠於這個國家 孝順這個父母 對朋友有益 這些東西都會感動 某種特性的一種神明 就像觀光 你只要為朋友禱告 而講義氣 對兄弟而講義氣 那觀聖弟兄給你的家族 就力量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知道神的信仰 為什麼有官公呢 土地公呢 各種各種的神明 因為它都有它的特色 那你的特色當中 你挺誰 你要幫誰 你要救濟誰 那自然而然 跟那個神共鳴 神被全力以赴的 要幫助你 效能就很大 這是我的經驗 我把它收集 歸納的經驗 所以常常出的事情的時候 來看 我說你叫他的什麼牧人 去幫他禱告 花個宴 做個福報給他 都非常有效用 非常有效用 就像我們的一德馬子 他是教義的 所以我希望呢 跟大家分享一些知識 因為要分享 我必須自己增長 教學什麼 想長 所以我在一德馬子呢 花葉 到處去講課 到處去分享 那馬子呢 就給我很多很多的照顧 同樣的 就是那個神 他有怎麼樣的戀物 怎麼樣的特色 你來跟他相應 他會幫你非常非常地多 就像我們求財神爺 當然我們就是要求財 那你求財 一直說我要有財要有財 你要有福報才有財 那你要告訴財神爺 你這個財是要做什麼用的 是幫助所有人發財 你是希望這樣做的話 那像上次公司老闆 賺錢都分享千萬個人 千千萬萬個人 分享大公司 對不對 幾十萬的那個股東 那他有這種心 當然財神爺就當他共鳴 就會特別地堅戀他 不要為自私 這幾敗的效能會比較低 能為大眾 為別人 然後依照你所表現來的德行 是符合哪一個神的 那個效應很大 那這是顧問的經驗 顧問的建議 以大家分享 八萬四千個法門 在求神起神當中 每個人方法各有不同 那顧問的建議是 跟神相應來配合 那馬主是講孝道講慈悲 那如果我們講孝道講慈悲 那種大愛 馬主都會幫你 那為我們祈求 台灣的平安 就像我們去遭盡 希望祈求 台灣的平安 這個心跟馬主相應的 那馬主就選奇蹟 真的平平安安 如我們所求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馬主的慈悲 觀看 快點 是 後 有 在此 感覺 感谢观看